大家好 我是Chi 上次我有分享過甜字節直編包做法的影片 那這一次要分享的是甜字節斜編包做法的影片 那有關於打底的部分可以參考一下 我的直边包做法的影片去做参考 那斜边包跟直边包在打底的部分比较不一样的是 直边包是打底打出一个长条形 然后再接有加高一层一层的加高去完成包身 而斜边包就不需要再做夹线 它是在底的部分先打出一大片的正方形的田 然后借由抓角的部分 也就是两条线互边抓一个角 两条线互边抓一个角 总共抓了四个角对角的部分 然后就会有一个底 长条形的出现 然后再由两条线一直互边往上加高 那在直边包的部分 我们可以比较正确的算出我们所需要的长度去捡 而斜边包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办法了 所以在斜边包的现长部分 我大部分会捡270公分 或者是300公分 或者是330公分 去做包款大小的变化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抓四个角的动作 那这个包是抓五六角 我们从这边开始数 1,2,3,4,5,6 就是要把这两个角算起来 那我们一样 用一个小耳朵绕过去 把它打出一个田字节 我们要稍微做调整一下 打出来的这个田字节 这边会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再抓另外一个角 1,2,3,4,5,6 一样是这两条线 一样把它互边打一个田 抓甲的田比较不好打一点 抓甲的田比较不好打一点 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打好这两个角之后 打好这两个角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往这边 这个翻上来 一样打出两个角 1,2,3,4,5,6 打好这边 这样停 当我们装好四个角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包底 就会变成有一点长方形 然后这边有点三角形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变做糕 那我们可以从其中一个角的甜字节 开始往上边 那我们从其中一个角 我们要记住口诀 左下到右上 左下往上 我们一直往上边 我们下来 鱸鱸 放入半斤 切成割 切成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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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最后一个田的时候 这一条 变到最后一个田的时候呢 我们就地剪 下面这一条 然后再一直往上边 一直记得是左下到右上 左下到右上 一直边到没有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会越来越高 那我们可以到差不多高的时候 先暂停一下 我们再大概边到一定的高度 从包底看到这边 大概的高度之后 我们这个结 这个结跟这个田就不再往上边了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往上边 会越边越高 那我们先维持这个田跟这个田 维持平行 一直延伸过来都是平行 那等到最后我们绕了一圈之后 如果觉得这个样子的高 还不够高 我们可以再把它互边往上 再加高一点点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大概二分之一 那我们要继续 再由左下往右上边 变到整个口都缩好 就会整个包就会快被我们完成 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的包身 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做收尾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先把线剪成尖尖的 那特别一提的是我们斜边包的收尾 线需留比较长 不像直边包留一些些就可以 那斜边的时候 这个收尾的线要留长一点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田的收尾 后面的后面的线 把它拉到前面来 然后直的线压住横的线往下穿 然后这个再压过 横的往横的穿 我们把它拉平 然后再顺着绕一个田 往下穿 横的这个也是顺着 从后面再绕一个田 然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这个线都剪掉 就可以了 我们再做一个田 然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这边 一直顺着 左边 做收尾 这样子一直做过去 就会完成整个包 当晚我们完成一圈收尾的动作 加上花 以及简单的扣环 装上线层的手把 我们这个小包款就被我们完成 那这个小包款 我是用270公分的线 30条 那如果说朋友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到奇摩 我部落格基函的家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分享哦 谢谢大家